哈喽大家好,这样在经过之前漫长的等待和各种猜测之后,C现在是终于公布了这张全战战锤3的超凡帝国地图。 首先从整体上看,这张地图与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过的从游戏文件中挖掘出来的这张地图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在一些细节方面,显然是C现在公布的这张地图更加细致一些,那这个在后面的话我们再具体解读。 另外,对比之前这张中古战锤背景当中的世界地图,我们也可以看出,C这次也算是比较充分地还原了整个中古战锤世界,那大部分该有的地方也都有了。 而如果说这其中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远东这里的泥棚和南边这里的伊利西斯斯洛群岛,C目前还没有在这张超凡帝国地图当中呈现出来。 当然这也可能是考虑到这两个地方本身就没有太多的具体的背景设定,或者是GW目前可能也没有补充相关设定的计划,所以C也就选择放弃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背景设定大量薛师的伊拿王国和库里斯高地,这次在凡事帝国当中则是保留了下来,当然目前也仅仅是一块共地,而且在后面的说明当中,C也提到这两个地方目前也是不能够穿越的。 当然也许从TW那边的考虑,无来这两个地方的印达人、虎人,或者是传说中的蛇人等势力,猜测的话可能会在旧世界的设定当中率先获得更新吧。 然后对于这张超凡帝国地图的大小和其中的内容量,根据C的统计,这张地图是比之前战船二凡事帝国的地图大出了一倍,其中的城镇数量也是从之前的401个增加到了554个,而初始派系是从原来的183, 增加了278个,但目前这些统计数量也仅仅是测试版当中的数据,未来正式版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幅调整。 而具体从超凡帝国中的城镇数量上来看,这其中不仅仅是在之前凡事帝国的基础上增加了战锤三本体中的地图和城镇, 因为这其中既有全新的地图和全新的城镇,也有在老地图上的新调整和新补充。 比如对于全新的地图,比较明显的就是震旦以东已经增加了龙地平原, 玉河三角洲,梨山,大运河,以及巨蛇河口等多个新的形成。 然后比较意外的就是对于南方混沌混河园,这次超凡帝国也增加了恶魔山, 冰川深渊,南极荒园,以及冰火平原这四个原创的新形成。 那从玩法角度考虑,引进南方混沌混河园,无疑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然后就是对于原先的老地图,这次超凡帝国也并不是完全照搬之前的凡事帝国, 用在其中一些地方,我们也能看出明显的调整或者是补充。 首先,比如我们熟悉的霸风山,显然在超凡帝国这里,霸风山已经独立成了一个新的形成, 不再是属于之前的东俄之地。 那这样的话,未来对于我们拿下霸风山之后的防守和发展, 无疑是一颗其他的优化。 然后也就是在霸风山以东这里,可以看到在原先的狼野和龙谷平原之间, 也增加了这样一大块的阿兹格荒园。 而熟悉混沌矮人背景的小伙伴可能知道, 这里在背景当中就是混沌矮人的一大分支,阿兹格军团的大背影。 另外还有南边这里原来的纳布拉国度,也变成了废墟和河口。 然后在帝国这边,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则是, 原本这里属于霍克岭的中部山脉,现在也已经独立成了一个新的形成。 那我们知道在背景当中,中部山脉这里的黄铜要塞, 就是一个混沌势力盘踞的地点。 所以在战族3,完整了混沌势力之后, 估计这里就会真正成为帝国的一块新病。 接着就是在南方王国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也能发现,虽然这里的行省区画基本没有变化, 但具体的城镇分布则是有了新的补充。 比如其中的提利尔,显然在这里应该是增加了一座小城镇。 再者对于西边界青王岭,对于这里原先一大块的米尔米登, 显然超凡帝国是已经把这里拆分成了三座城镇。 那这样在南方王国的这片地区得到细化之后, 未来这里各个地方各具特色的龟庸兵兵种, 显然就更有可能在未来的DLC当中登场了。 那接着就是对于新世界的地图, 显然相比于之前的凡世帝国, 这个新世界则更像是之前大漩涡的战役地图。 虽然在一些行省的分布上, 可能还是没有大漩涡那么细, 但经过这样的调整, 南美和非洲的南部终于也是打通了, 那显然这样就可以让之前在这里的一些派系的玩法不再是那么自闭了。 这样对于超凡帝国地图当中, 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 阿博也就先简单说这么多, 更多的细节变化, 大家也可以再去深入看一下这张地图。 然后配合这次超凡帝国地图的公布, CY这次也具体公布了之前提到过的海上航线机制。 那这个机制其实相当于就是让这张平面地图变成了一个球形地图, 让我们可以直接从地图的最东端, 也就是震弹沿海, 穿越到地图的最西端, 美洲的西海岸。 而且我们的英雄和领主也都可以使用这种机制, 当然海上航线具体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另外就是除了这两条穿越航线之外, 也还有这两条航线, 方便我们穿越一些有特殊阻碍的陆地。 不过总体而言, 个人感觉这四条航线还是有些少了, 应该是可以再多加几条, 比如从震弹到奥斯湾, 或者是马联宝, 以及诺斯卡到洛斯西亚等等。 然后对于背景当中主要在海上活跃的一些势力, 比如西血鬼海岸, 船王乌弗瑞克, 以及张鱼连洛克西亚, 个人认为如果这些势力能在战役机制当中, 拥有更多的海上航线, 可能也会更加有意思。 那在最后, 可以看到, 在这次在博客当中也暗示了, 你可能会看到某个克拉肯领主, 在截略震弹天朝, 或者是有位来无影去无踪的灵溪, 杀到了混沌家门口。 那相信对于这两位究竟是谁, 可能很多人也都能够猜出来, 而具体他们又是怎样实现的, 那在下一期的C博客文章当中, 我们应该也就能够揭晓, 因为C在错误也说了, 他们将在下一期的博客当中, 公布游戏中的各个传奇领主势力, 在这张地图上的战役出使位置, 因此具体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讨论。 那这样到此, 今天这部分享战略3超凡帝国地图的视频, 也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 那大家对这张超凡帝国的地图有什么看法和新发现, 也欢迎在评论期当中留言讨论, 那还是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